喵 我來控制夢然後摸佛恩 做跟他黑熟嗎 沒有黑熟但就是 控制他跟我們告白 可以控制 那麼誰信啊 做春夢夢到博恩代表什麼 你相信解夢嗎 歡迎收看Walky Boys 欸不幹 好XX 貝啊 不要這麼不合群 大家都講一樣合群 那你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你相信解夢嗎 不相信 好夢的時候就信了 你跟我一樣 我跟你是同一派的 那培根呢 我一半醒 因為有一種夢叫預知夢 你在夢中夢大家真的會發生 韓國有一部電影清醒夢 他抓罪犯的時候是在夢中 因為你可以在裡面操控 可能可以放大縮小 去找到蛛絲馬跡 你有看過那部片嗎 沒有 但我大概懂你說的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有控制自己的夢過 可以可以可以 但結題是你要知道你現在是在夢裡面 夢都是從你們的意識出來的 為什麼你不能控制他 欸所以有一個訓練是說 你要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在做夢我在做夢 然後你在做夢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現在是在夢中 我那時候正在做一個噩夢 然後有一個很恐怖的東西要往我這邊衝過來 照顏來說我很死掉 然後他 他一穿過我是在哭喔 不要 不要XX他 那個東西這樣子衝過去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受傷 我就說我在做夢 那我現在要叫那個龍哥回來 然後揍他好幾拳 我跟你講 我來控制夢 然後摸佛恩 這跟他黑熊嗎 沒有黑熊 但是我看你不是他跟我很高懷 可以控制 那麼誰信啊 我裡面的佛恩是背後抱著你 妹妹 不是 那佛恩說他最近做我的夢 應該就是這個 懂了啦 反正有一些夢他有代表一些解釋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查一下 大家各自做過比較奇怪的夢 我先講我的一個 我昨天夢到 我跟前前任女朋友見面 在一個夜店 然後他突然把我拉到一個角落說他懷孕 然後我很開心 但是他說必須拿掉 我來查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未婚者夢到前女友懷孕 代表內心很想要孩子 喔這還算準喔 或者你的女友不久將有生孕 哎唷 沒對象 是急躁 青年人夢到前女友懷孕 表示著健康方面會有小問題 往往和你現在偏向憂鬱的精神有關 我自己覺得算準啦 你最近有做什麼夢嗎 我有被恐龍追很長欸 你是被恐龍妹追還是 這是真的恐龍 因為我很喜歡看 然後我常常夢到我變成裡面的主角 我剛剛說什麼 坐雞 蘇羅雞公園 然後你醒來的時候你就會笑到冒冷還有那種 你如果夢到自己追恐龍妹 比較符合 追那個嘉慶喔 那真的也是惡夢 我沒有說 我說嘉慶皇帝 好來幫你說一下 夢見自己被恐龍追 意味著對周圍不明朗的狀態有一股不安的氣息 如果有用錯方向的想像力往不好的情況去想像 也越容易不安 很容易無法放手一搏 喔喔喔喔喔 其實有點聽不太懂 這個還好 那再來就是我很常掉牙齒 但我坦白講我尺質真的很不好 我是很常去看牙醫的 大家應該很常看到吧 可能我前面前晚半的時候我就說 欸我要去看牙醫 然後常來去 就兩個小時才回來 基本上是有 對 男生有被閹割的恐懼 是嗎 是嗎 也是陰莖偽裝的象徵 因為蕾拉常常說說 我們是不是想被切雞雞 可能是這個喔 可能掉牙 象徵心理上的退行成長 衰老的悲哀 看到這個就是很不好的喔 語謙啦 想到妳曾經做過的夢了嗎 我有夢過 我跟一個不認識的人結婚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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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夢裡是開心的 起來是困惑的 那個人是不是很會跳舞 有可能在你夢 一天真的結婚的時候 你就發現 哇我夢過原來就是你 那是什麼時候夢的喔 應該有半年 我查到了 如果夢中跟一個陌生人結婚 代表在生活或工作方面 都有新的開始 要好好規劃 夢跟成長有關也代表 背起重大責任 這時候 好像剛跟反骨簽約 哇 是嗎 妳是常做夢的人嗎 我是常做夢但是 都會忘記 她會忘記 那就是記性很差 沒有欸其實很多人 都會把做過的夢忘記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做夢是 小我在控制的 小我啊 好 我們休息了 好沒事 來請講 我很常夢到我被人家追殺 然後我想喊救命 喊不出來 然後我有一次 我喊出來了 然後喊出來 當下我就死了 覺得很害怕 就眼角泛淚一直哭 但我好像是被我的親人追殺 那幫你解夢一下 夢見被追殺 表示夢者內心 希望把自己過去不光彩的歷史 抹滅掉 很多人都有雙重性格 夢者內心 正想改變自己 給人印象不佳的缺點 因為你說要做自己啊 對耶 有一點準 但是你看 他節目就會有那種 夢者近期生活的 壓力過大 心理矛盾 那些不安恐慌 這都會有 就是感情衝突 工作不順心 等等等等 他就很大方向 文明世界的人 大家的同比 我分享一個 我以前做過最可怕的夢 就是我夢過 我跟我奶奶 我不願再想起 但是 很可怕 就是害怕想起 以前有夢過就是 奶奶變成那種 泰國的方式 然後端著水果盤 重點是他沒穿衣服 然後我突然被牽過去 像狗一樣 好像要服侍他 然後他要進行的檔事 進行的檔事 所以我查一下 進行的檔事 我真的有夢過啦 夢到亂倫的夢 不代表是亂倫的欲望 不代表你在人際交往 或異性的感情發展中 遇到挫敗困難重重 你潛意識希望家庭成員 能給你安慰 所以其實是想 跟家人的感情變更好 就可以享受 超越天倫之樂的 亂倫之樂 好這段整段再亂講 我想到一個夢 這個夢是 我在現實世界中 我發生的事情 但他後來又出現這種夢 就是某一天晚上 我在剪片 那個時候我突然跟周圍德說 欸那個我要去吃飯了喔 然後就直接突然離開 但結果是要去馬街那邊 那時候我發現 結果培根講了好久 你夢可不可以剪短一點 對 你的夢很長欸 對 培根去辦套店被田田跟蹤 結果後來 田田被被車撞了 看到同事因為我出車禍 夢到同事出車禍 要注意別人給自己的暗示 代表工作上會不斷涌出新的想法跟創意 可惜執行力有待加強啊 超級準 欸真的 謝謝甜甜的車禍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常夢到我女兒死掉了 超難受的 但是我夢到的女兒不是我的親生女兒 是一個陌生的小朋友 一定心理壓力很大 對 那時候正在正監護圈 夢到小孩死了代表孩子的身體很健康 近期可以結交好運還會發橫財 結果這竟然都是好的徵兆欸 但那時候狀態不好欸 那時候狀態不好欸 那時候就不準了 我想到一個人 我國小時候也是摸到我左手整個被砍斷 然後我因為憂鬱在有自殺 蛤 怎麼不是現實 有可能 開玩笑 小時候我常看新聞然後想 怎麼可能有人會因為斷手斷腳的自殺 今天那次夢的時候還發現到原來是真的 那個時候我還知道 什麼叫同理心 你哪裏有同理心 你燒人家奶子以外還營人家馬子欸 然後來講一下 夢見自己自殺通常代表想結束過去的我開始新生命 這個也是有點廢話 但很多人也覺得說結夢其實很無聊 很多人覺得這就只是單純睡覺前你想到什麼 他就只是一個很直覺的反應 很多人會覺得這過度解釋了 像有時候我睡前跟男朋友吵架 我做夢也會夢到跟男朋友吵架 起來會覺得 在夢裡你也要欺負我 你會牽怒從夢中到現實生我嗎 就是會牽怒 我也遇過啊就是 某一個女朋友做夢能到我跟別人亂搞 起來就一直罵我 你為什麼要跟那個誰出去 我就說啊就真的沒有啊 然後被夢到是真的有的 說不定她是定期的 有可能 只是我沒承認 其實在夢到我會加薪 我會加五問 請問一下這是玉子夢嗎 我看一下 夢到被加薪代表說上班都在混 你根本沒什麼事 剪得太差 我有夢過夢中夢 就是一樣在床上 然後我已經起床了 然後結果起床發現我遲到了 結果你還在睡 對 這個超常夢到 這個我也是 以為自己起床了 結果我根本沒醒 夢到起床代表著身體狀況變壞 必須維護你的身體健康 因為你睡不好啊 那代表你那天一定有調了一個鬧鐘 是你一定要準時起來 然後你睡前就會說 我明天一定要準時 不能遲到 所以你就會有壓力 所以你就會夢到 喔我有起來了我有準時了 其實你還在睡 然後其實你真的起來了之後會發現 那我都根本還沒想 那應該是初老正中 可能前面 我想到了 我做過哆啦A夢 哇塞 我聽過這個夢 我也有做過 我有做過寶可夢 啊 該不會還抓過吧 對啦 聽過一個很感人的夢 魔夢 哎唷 中國經典文學作 我聽過一個夢 是大家都聽過的夢 待會兒一起唱出來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 我陪你去過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夢要不要信 就是看個人啊 這都是心理因素跟狀態 那平常不要壓力這麼大 為止好的睡眠 就可以做開心快樂的夢 開廢店 有夢最美 希望香水 夢過什麼很誇張 也在下面留言 想看我們拍什麼 再留言 掰掰 現在下載哈咪VideoApp 訂閱C&T 即可搶一些14天 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